以前的立法會是一個很熱的廚房 很多有志和有能力的人都不想進來 但是今次的修改完善了選舉法 令到熱廚房溫度降低 有很多人都會有興趣出來去做 日前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時 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形容完善選舉制度為立法會帶來的重要改變 3月30日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 全票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其中明確立法會議席將增至90席 組成也將有所改變 梁君彥對此表示 相關安排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體現均衡參與原則 更能兼顧社會各界各階層關注 也讓未來的立法會更能聚焦處理香港的民生和經濟問題 我們是需要多些專業的人士來參與 所以多些人來的就比較均衡 不要將香港是一個繁政治化 而是有些人是針對民生和經濟去做多些事 那麼多些人不同界別的人是令到在議會裡面是比較困難一些 針對新修訂附件二中關於立法會組成的內容 外界有質疑此舉是否壓縮了反對派的參政空間 對此梁君彥回應稱 要求愛國者管治國家是方之四海而接準的基本原則 未來在滿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 不同聲音仍可進入立法會 而與參政者的政治派別無關 有哪個國家不是愛國者去治理他的國家呢 每個國家都有執政黨 因為有反對派 他都是愛國的 只要你愛國的 你有不同聲音 亦都可以入議會 我們不是搞清一色 所以要求不是你是建制派 因為是反對派 要求是你是愛國者 所以是沒有排除到不同的聲音進入議會 梁君彥坦言 過去數月間 有反對派議員陸續從立法會離職 但立法會仍然運作有序 甚至效率更高 對於一些議題的發聲也仍然尖銳犀利 其實這幾個月來看 我們少了反對派的議員 但聲音仍然一樣尖銳 議員是在不同區別選出來 都是來自不同的階層 不同的專業 未入到立法會 心都是為香港市民做事 他的看法未必跟政府完全一樣 他會有意見出來 對的當然會支持 不對的一樣是照有很尖銳的聲音出來 這次改了選舉 是由愛國者選入立法會 的好處是說 不會有很多拉布 做一些阻礙議會盡情的事 效率會好一點 自2004年進入立法會 2016年當選第六屆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在立法會已工作了十餘仔 他說過去幾年間 自己目睹了立法會中出現前所未有的亂象 也見證了立法會由亂而至 逐漸回歸正軌的過程 又是一個很亂的立法會 現在去到反方相當比較平靜的 當中有很多有宣誓的風波 也都有搗亂這個立法會議事廳 也都有很多拉布的問題 選不到內會等等的事 但是亦都是一一已經成為過去了 未來去看的是我們有這麼多法例在這裡 有一條這麼重要的完善選舉法例 要在一個短時間內審議 我們有90個議員來到座位問題 他們的辦公室問題 秘書處怎樣支援下一屆議會的問題 這些我和秘書處都在幕後一直插謀 這些都是緊迫的 梁君彥表示 希望可以在5月底完成有關選舉的法例 以確保未來12個月的多場選舉能順利有效進行 另一方面 由於選舉在12月舉行 立法會有別於往年在暑假期間休會的安排 而是在8至10月期間加開會議 以處理其他與經濟名聲相關的各項法案 小婦 真正念 會示範 廉本 由 how